折充尊祖 燕子运用智慧制敌取胜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254集 燕子春秋那篇杂上中有一则 关于燕子在酒宴上运用智慧制敌取胜的事 靳平公想要攻打齐国 先派遣范昭到齐国去观察其证据 齐景公设宴款待范昭 席间范昭要求用齐景公使用过的酒具真酒 饮酒过后燕子请人更换酒具 接着范昭假装酒醉 要求乐观为他演奏成舟的乐曲 但被乐观拒绝 燕子撤换酒具的举动 在暗示范昭的无礼行为 而乐观的拒绝 则是因为只有君主才能演奏成舟的乐曲 但范昭只是一位臣子 根本就不可以使用天子的乐曲 范昭想要试探其国君臣的反应 以及冒犯他们的礼仪 但都被燕子和乐观给试破了 所以范昭回国向靖平公说明过程 并告诉他不可以攻打七国 后来孔子听到了这件事 就说燕子在宴席之间 运用了智慧就制退敌人 于千里之外 真是高明 而乐观也参与协助了这件事情 后来哲中尊祖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只在九宴谈判间 不以武力致敌取胜 在战国策旗策舞中 苏秦游说齐敏王时 也提到攻战的主要方法 并不是用兵 千丈高的城池 可以在宴席之间攻把 白齿的陷阵战车 也可以在卧席之上摧毁 意思和燕子春秋是一样的 都在说明 不需动用一兵一卒 在杯酒之间就可以错退敌人 演员 燕子春秋那篇杂上 禁平公寓法旗 使范昭王关烟 警公为燕子曰 禁大国也 使人来将官无证 今子鹿大国之使者 将奈何 燕子曰 夫范昭之为人也 非漏而不知离也 且欲事无君臣 故觉之也 警公为太师曰 此何以不畏客调 承舟之月乎 太师对曰 夫承舟之月 天子之月也 调之 避人诸武之 今范昭仁臣 欲武天子之月 臣故不为也 范昭归以 报平公约 其未可罚也 臣欲是其君 而燕子时之 臣欲犯其乐 而太师之之 于是 终于闻其谋 众尼文治 曰 善哉 不出尊祖之间 而折重于千里之外 燕子之未也 而太师其欲也 诸检 一 典故或建于 战国策其策武 苏秦说 齐敏王曰 臣之所闻 公战之道非师者 虽有百万之君 彼之堂上 虽有和驴 无起之将 秦之户内 千丈之城 拔之宗祖之间 百尺之冲 折之任习之上 故忠古余色之音不绝 地可广 而欲可成 何月畅忧诸儒之孝不知 诸侯可同日而致也 故曰 未央之时 与秦王济也 谋曰不下席 言于尊祖之间 谋成于堂上 而未将以秦于其矣 充辱为师 而西河之外 入于秦义 此臣之所谓 彼之堂上 秦将户内 拔成于尊祖之间 折冲 席上折也 二 仲泥 孔子 西元前551年 至前479年 宁秋 自仲泥 春秋旅人 生有圣德 学乌常诗 相传 曾问礼于老丹 学悦于长红 学起于诗香 初世鲁 为思寇 设行相识 鲁国大志 后周游列国十三年 不见用 年68 返鲁 晚年智力争理 古代经典 有弟子三千 神通六义者 七十二人 开平民教育先河 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三 尊祖 古代称九十的器具 范指 燕尹 燕席 祖 阴祖 古代祭祀时 用来成祭品的礼器 四 折冲 打退敌人 攻城的战车 只具敌取胜 五 燕子 燕英 不祥至西元前500年 自重 春秋七人 历世灵宫 庄宫 香齐景宫 尚简历行 为当世名臣 侍平 使称为燕平仲 后人称为燕子 六 于 阴玉 参玉 用法说明 一 透过他折冲尊足 这件 侍中于得到圆满解决 而不再继续断争不已 二 他虽然不断地为公司折冲尊足 可惜这个合约最后还是没有谈成 三 这位外交官员曾多次在国际场合上折冲尊足 为我国争取到很多外交优势 四 这次合作对象十分挑剔 幸亏有李经理和他们折冲尊足 为我们争取到不少地益 五 不要看看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其实他在幽默谈笑间 往往就能折冲尊足 和人化敌为友 六 他常充当折冲尊足的角色 至今已化解过许多人 对本公司的旗舰 是一个相当善于谈判的人物 折冲尊足 只在酒宴谈判间 不以鼓励置敌取胜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习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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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